各位小朋友和家长大家好 今天又想和你们介绍另一个闲晓的童案 叫做佛罗姿 怎么画呢? 这个就很简单 我们同样 用一些线 画了一个正方形 我们用一个线 看到吗? 然后把它分开 我们应该用一支针笔 把它分开 像街砖那样 现在我们画了 其实佛罗姿是一个什么图 就是一个佛罗姿先生 在他的厨房看到一些厨砖 他想出来的一些图图 在他的日常生活上面 他找到一些图案 是不是很容易画呢? 有些街砖 如果你在你的洗手间 地板 都找到的 都看到的 好像有些三角形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画了 像菱形 上了这些颜色 大家都看到是不是上了黑色 出来的感觉 是不是很像我们家的瓷砖 这个图也不难画的 不难画的 你就是上色先 像这些这样 我们做了这些形状 我们全部塗上去 先用一支针笔 全部塗上去 然后我们在 可以利用这支素描筆 我们也是 我们也都是 这样就把这些位置 做回一些阴影 当你上了色之后 我们完成的图案 就是好像这个 大家都看到了 很清楚是不是 这个不同的步骤 是画这个佛罗织 再多一次 首先 我利用这些线 是把它分开 像正方形 然后 第二个步骤 就看到我画了 好像三角形 或者你叫菱形 这些 形状的 然后 最后 当大家画了 这些菱形 在这里 上了色 最后 这个完成的佛罗织 图就是这样 然后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幅 其他人的蝉蝎画 都由认证导师 去教授 他们自己找到的 大家看到 这个圆形 我们看到这个春天 就是 很多一块春天 代表螺旋形 一种生命的复苏 知识的复苏 这个暂时我们未学习 就是一个新月的图形 而佛罗织好像有些佳砖 上次我都介绍过 就是高速公路 公路 公路 立体公路 也都是把这个图 想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利用 刚才我们学佛罗织的技巧 你也会将这个图 再演变成其他 看不看得到 当中有些好像眼 也好像有些是铁网 或者好像在英国的 Night Bridge 这个图 最后一幅是我自己画的 都是利用这些技巧去做的 来的